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因為現在整個歐美國家 還有其實包括大部分的亞洲國家 其實慢慢就是說 它的自然感染增加很多 因為它們的乙病毒共存流行 然後自然感染開始增加 那再加上就是说 这个特别是后美国家 那疫苗也有在打 第三阶也有打 所以整体而言看起来 就是会导到一个所谓的 慢慢会走向一个族群的 这样的一个自然感染 跟这个疫苗所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族群的 这样的一个免疫情况出现 三到五月之间 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之后 之后就是说药物跟这个 如果有这个新的疫苗 或新的这个 特别对小孩子的 这些症迹都出现之后 那就会走上我们一般来讲的 流感可治疗的方式的 一个境界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 流感化防疫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间 大概就是下半年的时间 就是可能会来到 那样的一个情境 那三到五月 大概就是遵从这个方向 那法则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说我们尽量还是 把三季的免疫保护力 提升到至少80 这一方面倒是大家都在观察中 不过最近就是看起来 就是说VA2确实它的传播力 也是比VA1强 然后在特别在丹麦这些国家 已经成为主要的形态 不过至少它还是在 这个Omicron的亚变种 至于它的变异点 并没有像我们过去 跟Delta有这么大的差异 在我们的遗传演化上面的观点上面看 所以基本上对某些药物 确实是会产生一些抗药性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很多的这样的研究也显示 其实它所造成的症状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还是以轻症为主的 这样的方式 那这样的部分我想 对我们国家来讲 其实上影响其实不大 也不至于构成 我们在未来三到五月 做滚动式修正的一个阻碍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VA1跟VA2其实老实讲 虽然它们形态上有些差别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症状方面其实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症的 这样的一个毅力 开放边界其实的前提就是 我们一定要做好 就是说进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做好的 极家检疫的 这样的一个精准政策 所以像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六月 开始要开放的前期 需要以疫苗的政策来做 那如果说打了疫苗的人 可以再配合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抗体的 这样的一个检测 来看看他有没有免疫保护力 那如果有免疫保护力 其实我们就可以 不需要再做及格的 这些检疫的这些措施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这疫苗会有失效 所以如果有抗体保护力 如果还不够的话 那可能就是缩短到最小的 我们目前来讲还是 建议都是以五天 小以五天为主 那朝这个方向来做 当然还是有人 因为他某种原因 不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以检测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